1942年10月 一支下辖两艘重型巡洋舰 两艘轻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的美军舰队领命出发 他们的任务 一是护送更多的士兵增援瓜岛 二是挑战几乎每晚都会在瓜岛附近出没的日军舰船 瓜岛战役期间的第三场大规模海上战斗 也是第二场海上夜战 艾斯帕恩斯角海战即将打响 嗨大家好我是新鱼 欢迎大家回到所罗门群岛的战场 本期视频老样子 新语会尝试用第一视角讲述的方式为大家解析战斗 这期视频的内容选题 资料考究程度 整个国内国外的网络上都极其少见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 还请不要吝啬您手中的三联和关注哦 特别谢谢大家 上期视频我们讲到 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不断施压和要求下 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阁木里终于硬起了一把 派出了一支由重群旧金山号 盐湖城号 青群海伦纳号 薄伊西号 以及五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 第六十四特混舰队 来到瓜岛拦截日军的东京特快夜间运输船队 这期视频的准备过程中呢 我发了个动态 里面有粉丝问了我这个问题 相信很多人也想知道 就是萨沃岛海战中 南太平洋战区一下子损失了四艘重巡 这是个不小的损失啊 那美军是怎么快速又组建起这个第六十四特混舰队的呢 请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 懂了的朋友可以扣播一 图片所示的是我们介绍过的 1942年9月中旬 胡锋号被日军潜艇攻击沉没的画面 坏消息是美军又沉了一艘航空母舰 整个南太平洋战区只剩下 大黄锋号一艘可战斗的航母了 可是这也有好消息 就是负责护卫胡锋号航母 或者为胡锋号提供外围警戒的驱逐舰及巡洋舰得到了解放 可以单独组队灵活部署了 而当时的南太平洋战区还真的很需要他们 那接下来这支舰队由谁来统育呢 戈木里找到了一战老兵 同时也是酷爱舰队作战的斯科特少将 斯科特上任以后很快就组织舰队 做了一系列的训练和调整 这些演训内容一部分比较基础 类似于火炮射击编队航行这类科目 主要是帮这支新舰队快速形成战斗力 还有一部分就是要帮这支舰队提升夜战能力 这部分内容呢比较复杂也比较理论 所以我们会放在之后的作战进程的讲述中 和大家一步步来拆解分析 战场上需要先进的舰艇 而游戏世界也需要有英雄坐镇 接下来我想为大家介绍一款游戏 绝对是手游中少见的精彩选择 这款游戏完全免费 已经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玩 能在手机上带来接近PC的画质 有种掌中大作的感觉 而且它的内容几乎是无穷尽的 我每个月都会非常期待地体验新英雄和新内容 说到英雄呢 最近我特别喜欢孙悟空 没错就是传说中的齐天大圣 它的技能可不是闹丑玩的 它不仅能窃取敌人的buff效果 还能施加阻挡增益的debuff 而且它的攻击会直接忽视对方50%的防御 更厉害的是如果它击杀了目标 还能继续对敌人造成额外伤害 我自己玩下来的感觉 如果孙悟空搭配鲁特斯这样高爆发和生存能力的英雄 会变得更强 孙悟空可以削弱敌人防御 鲁特斯则能通过技能 直接对弱化的敌人造成巨大的伤害 形成双重打击 快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 下载Red Shadow Legends 领取特别的新手大礼包 你将获得强力英雄灵木法师 达到15级后还可以免费解锁 一位兽人阵营的史诗英雄扎加拉 此外之前推荐大家试试看的孙悟空也不能落下 下载后输入限时促销码Monkey King 免费解锁孙悟空 兑换码截止日期是到明年的1月7日 注册后72小时内有效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我的游戏昵称是新语泡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工会新语参谋室 一起成就传奇吧 10月初64特舰的作战任务到了 就是我们开场提到的那两个 首先是为运输陆军第23时164团的船队护航 保护他们登陆瓜岛 二是在护航完成后 等待时机拦截日军的夜间运输船队 那为了达成这两个作战任务 常规思路就是部署舰队 一路跟随运输船队来到瓜岛的毛地 随后在萨沃岛 图拉吉岛和瓜岛之中的这片海域 以意待劳 等待日渐进犯 这就会接近地图上标出的这条绿色的航线 但是斯科特他不这么想 他制定的航线是蓝色的这条 首先为船队护航 随后向瓜岛西南方向移动 在这片海域挂一会儿机 在四机从瓜岛西部北上 这条路线看起来很奇怪 但大有深意 首先斯科特认为 给船队护航这件事 在船队进入瓜岛飞机的作战半径后 实际上就没什么压力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用一直跟着 那干嘛还要往西边开呢 因为斯科特希望自己在战斗临近之前 不要被日军的飞机发现 所以要尽量和瓜岛保持距离 等待侦察飞机 发现有价值的目标 自己再利用夜色 驶入潜在的交战区域 那如果一切顺利 这回打成突袭的就不是日军 而是美军了 这条是斯科特所做战法调整的第一条 并没有选择将舰队直接布置于作战海域 而是选择了一条机动部署的方案 随后作战便按照斯科特的计划执行 10月9日把运输船队送入瓜岛飞机的保护范围后 他指挥舰队折向偏南方待命 同时等待飞机对曹湾的侦察信息 时间来到10月11日这一天 不出斯科特所料 他所在的舰队这片海域和空域是相当平静的 而这天瓜岛附近却很不太平 亨德森机场先后受到了两个波次日军飞机的轰炸 第一个波次由18架零战组成 他们的目标是和机场上空的美军战斗机空战争夺制空权 结果这波零战飞过机场时并没有遭遇美军战斗机 再加上还是老问题 零战都是远道而来 受制于油料储备 没办法长时间在瓜岛上空巡逻 所以飞过机场时没遇到美军战斗机就遇不到了 马上就得返航了 接下来日军的第二个轰炸波次规模巨大 由45架一式陆弓和30架零战组成 他们的目标就是攻击亨德森机场 然而天气实在是很差 很多炸弹根本就没丢在机场上 最后双方损失都很小 这天13点45分左右 美军一架B-17在瓜岛西北约210海里处 发现了一支正在驶向瓜岛的日军舰队 舰队规模报告为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六艘 这则讯息由格姆里转给了斯科特 首先一看舰队规模 斯科特觉得自己是不虚的 根据他们的航向和航速判断 预估这支舰队将在18点前后 抵达距萨沃岛100海里的距离 预计晚10点前后就会靠近萨沃岛和瓜岛了 于是16点07分 斯科特下令 整理队形加速北上 要在10点左右抵达瓜岛附近 巡洋舰两支 驱逐舰六支 各位指挥官可以记一下这个 八艘船的舰队规模 尤其记一下八艘船这个考点 待会我们还会cue到他 22点时 斯科特顺利航行至瓜岛西北部 根据之前B-17的报告 他与日军舰队接触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斯科特让各舰按照之前所做的训练 开始准备战斗 第一步便是释放水上飞机 他们的任务是在临近战斗前起飞 在发现敌军舰队后 尽量与其保持接触 再根据长官的命令 适时在敌军上空投放照明弹 帮助有舰定位敌军 另外 斯科特也吸取了之前夜战中 巡洋舰甲板上多余水上飞机和油料 特别容易被敌军击中 引发火灾的教训 斯科特还要求各舰紧携带 一架水上飞机 并且在放飞飞机后 甲板上要妥善处理 所有的易燃品和油料 完成任务的飞机也不必返航 而是改将到图拉吉岛的基地 那现在斯科特准备战斗号令一下 各巡洋舰便要准备放飞机了 可是没过多久 一阵骚乱 主队中盐湖城号方向 突然冒出了巨大的火光 怎么回事呢 盐湖城号的舰员赶快发报 非常抱歉 我们在放飞飞机时操作不当 把飞机给点着了 我们再加紧处理 哎呦我去 你们认真的吗 夜战时候 哪方多一架飞机 在天上就多一份优势 你们飞机没放成 还把自己在深夜中给点亮了 可还行 索性火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滴滴滴 这时候旧金山号 又收到了海伦纳号的讯息 说他们也没有放成水上飞机 啊 他们的飞机也炸了吗 我看看 没有啊 舰员了解情况后告诉斯科特 飞机倒是没炸 而是快到十点左右 您不是说准备战斗吗 海伦纳号的舰员们就觉得 飞机是一燃一爆物件 于是直接给扔海里了 现在那飞机估计已经成 潜艇了 哎 于是斯科特这属于出师不力 带了四架水上飞机 最后只有两架成功飞到了天上 先不管这些飞机吧 把接下来的备战步骤先给做好吧 斯科特要求下属舰队 快速排列成 驱逐舰位于首尾 巡洋舰居中的单列阵 斯科特选择单列阵的原因 正是看中这个阵型 简单 易于指挥 不容易出乱子的特点 随后 驱逐舰居于首尾 在战斗时会打开探照灯 帮助舰队定位敌舰 巡洋舰居中 并且不开探照灯 这样子 作为火力输出核心的巡洋舰 就可以一直保持在暗处 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下 持续输出了 最后 驱逐舰也将根据敌舰的走势 适时发动鱼雷攻击 这套打法很明显 是一个以巡洋舰为主力 或者说是以舰炮为主要攻击手段的打法 随后 斯科特也下令 打开舰队内全新的必杀武器 就是海伦纳号和博伊西号 装备的新型SG雷达 SG雷达能够探测到 22海里距离的大型战舰 对驱逐舰大小的探测距离 也能够达到15海里 相较于当前还在旧金山号装备的 旧式SC雷达 在性能上有巨大的提升 这也是斯科特认为 能够大幅提升舰队夜战能力的5倍 因此战前 斯科特针对第64特件所做的 夜战训练和战法调整 概括起来就是这7条 效果怎么样呢 实战考验马上就到了 22点50分 斯科特收到了水上飞机的情报 瓜岛北岸 距离萨沃岛16英里处 发现大型舰船一艘 小型舰船两艘 这个讯息让斯科特开始思考了 白天他收到的讯息 舰队规模是 巡洋舰两艘 驱逐舰六艘 可如今报告的这支舰队 是大型舰船一艘 小型舰船两艘 规模上看上去差得非常多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有两支日本舰队 白天发现的那支规模比较大 这会儿不知道去哪了 还有一支舰队规模比较小 白天没有被发现 但是现在确定 已经接近瓜岛了 那么接下来是各位指挥官的 决策时刻了 如果此时 您是第64特混舰队的 司令斯科特 您就有了以下 两个截然相反的选项 A 靠近瓜岛 直接攻击这支小谷舰队 B 暂不进攻 航向偏北 先放过这支舰队 等待白天发现的 那个更大规模的舰队 在大家做出最终的决策之前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这两个选项的利弊 A 选项的好处是 相较于这个小规模的日军舰队 斯科特是有比较大的实力优势的 那完全可以给这支舰队沉重打击 但是不好的地方是 只要你一攻击 等于就把齐席的优势 花在了这小舰队头上了 这一定会让远端 更大规模的那支日军舰队 有所戒备 那接下来的战斗难度 可能就会有所提高 必选项的好处是 可以更晚暴露自己的位置 把齐席带来的优势 用在更大股敌人身上 但是这样做呢 也可能有些问题 首先是很有可能 没办法阻止 偏南方这支舰队的行动了 还有就是 呃 司令官 您真的对当下 我方舰队的夜战水平 这么有自信的吗 柿子专挑硬的呢 如果到时候打得依旧不顺利 那就很难平了吧 那么司令官 这么难的选择 现在交给大家 眼前的战果先拿到 还是先稳住 等待更大的目标呢 A还是B呢 大家可以通过弹幕 做出你的选择 斯科特最后的选择是B 不进攻这支小舰队 等待白天侦察到的 更大目标 我个人认为 这真的是一种很有信心的表现 相信科学技术 对于战场形势的改变 相信自己所做的训练 是有成果的 同时更重要的是 相信自己的部队 能够表现出色 我不知道会有多少朋友选A 我个人认为 这个选项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事实上这之后 水上飞机又发过一次报告 说这支小规模舰队 继续向东航行啊什么的 斯科特就又犹豫了一下 因为这个舰队虽然情报里面说规模小 但是价值是不小的 咱不用看日军视角 其实就能判断出 您说日军舰队出现在靠近 萨沃岛这侧的瓜岛北岸 是在干嘛呢 这肯定是来运补给和增援的船队吧 不就是东京特快吗 那把他带走 不丢人吧 这正是前线需要的 与眼前这个基本可以确定的战果不同 你遵守大规模舰队夜战的结果 却是不确定的 所以先把眼前的战果 软柿子捏了再说 这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 有关要不要进攻这支小舰队的讨论 完全是我们打开战争迷雾 基于斯科特当时得到的情报展开的 干嘛要强调这个呢 因为真实的情况是 斯科特这天得到的两份情报 都有错误 我们之前是和历史上的斯科特一样 基于错误情报做了一个部署 首先水上飞机爆的这个什么小规模舰队 就错的离谱 这支舰队的实际规模是水上飞机母舰两艘 驱逐舰六艘 一共八艘舰船 比情报里面爆的足足多出了五艘 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反应过来 之前那个考点白天那个讯息 不是也是八艘舰船吗 那莫非 Bingo 其实白天斯科特所得知的所谓大规模舰队 和他此时发现的这个所谓小规模舰队 是同一支舰队 这是日本海军将领 承岛高次所率领的运输舰队 我们在上期视频内 其实标注过这个运输舰队 所以白天来自B17的那则情报 是舰种爆错了 把水上飞机母舰认成了巡洋舰 晚上水上飞机的情报 使舰艇数量爆错了 八艘爆成了三艘 搞得斯科特觉得这是一大一小 两支舰队 他要捞后面那个大鱼 那这么说来 也就只有一支日本舰队 还被斯科特给放过了呗 你敢信吗 虽然情报都是有错的 但真被斯科特给蒙对了 因为后头还真就有一条大鱼 这条大鱼是由日本海军第六战队司令长官 武藤存之率领的支援舰队 下辖三艘重型巡洋舰 都是参加过萨沃岛海战的功臣 清夜号 伊利号 古英号 还有两艘驱逐舰护卫 这支舰队因为白天日军那看似不奏效的空袭 干扰到了美军巡逻飞机正常的起飞 所以就没有被发现 此刻正大摇大摆地接近瓜岛 也正在接近瞎猫碰见死耗子的斯科特的舰队 之前我们说斯科特选择了继续等待大舰队 是有一种信心在的 那这里看下来也的确有点运气在了 23.03分坚持要抓所谓大规模舰队的斯科特 航向东北方向 基本沿着萨沃岛的海岸线在行驶 后来开着开着 他就觉得自己要转向西南了 原因是判断 无论日军哪支舰队要来 他们进出的地方都会是萨沃岛和瓜岛之间的通道 这里是整个海域的咽喉处 自己不能离得太远 因此23.30分左右 斯科特就下令全舰队转向西南 理论上这样一个单列阵 要在转向的时候保持阵型 那么开在前面的舰船就要先转向 跟在后面的舰船要执行一段距离 随后再转向 这是编队航行相当基础的科目了 可是斯科特的座驾 旗舰旧金山号似乎理解错了意思 他以为斯科特说转向西南 意思是本舰即刻转向西南 于是在前方驱逐舰保持队型在那转向时 旧金山号居然直接一个大幅度左转 和前面的驱逐舰直接分了开来 旧金山号这一转 把后面跟着的舰船都给整不会了 那怎么办呢 先跟着旗舰转呗 于是整个队列一分为二 斯科特开始不安了 因为三艘驱逐舰脱离编队后 整个作战队型三分之一都已经乱了 而且在黑灯瞎火的海面上 那三艘驱逐舰现在究竟是个什么状况 斯科特其实也不清楚 他只能下令三艘驱逐舰 迅速由舰队右侧加速向前 也就是超车变道变回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不早不晚 旧金山号收到了海伦纳号的一则讯息 SG雷达发现 西北16900米距离 发现五艘不明舰船 23点38分 薄伊西号的SG雷达也在12800米处 发现了一组目标 这个时候斯科特已经晕了 因为他搞不清楚 这个右侧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是日军的舰队吗 还是几方脱离主编队的那几艘驱逐舰呢 还是完全混一块了 他发报询问前三艘驱逐舰的指挥官 你们现在的位置在哪 得到的回复只是 我们在你们的右侧 漂亮 这等于还是什么都没说啊 23点42分 23点43分 海伦纳号和薄伊西号再次发报 其中薄伊西号的报告呢 耐人寻味 他说自己发现的是一组 这让斯科特更晕了 因为这个词是可以被理解成飞机的 所以整个舰队右侧的到底是什么呢 一组目标 五个目标 目标是敌舰 有舰 还是敌机 斯科特的大脑已经完全当机了 其实如果旧金山号上装了SG雷达 或者斯科特的旗舰选在了海伦纳号或薄伊西号上 他就可以立马透过更多第一手的信息来判断情况了 可是这是后话了 时间又过了三分钟 23点45分 斯科特依旧在纠结 而他们与不明目标的距离 进一步拉近 已经不到三海里了 距离已经接近到海伦纳号的瞭望员 已经能够清晰观测到日舰的轮廓了 可是整个舰队依旧没有动静 我们20分钟前就发现日军了 为什么还没开炮 我们是要和日军打街弦战吗 海伦纳号的雷达侦测员实在忍不住了 开始吐槽了起来 诶 等等 20分钟前海伦纳号不是刚刚才发过来发现目标的报告吗 对 咱们是斯科特的视角 旧金山号的视角 所以他没收到的讯息我们也不会第一时间和大家说 其实23点25分左右 海伦纳号的SG雷达已经探测到了在西北偏北方向的日军舰队 速度20节距离25公里左右 这则讯息斯科特他没收到 而斯科特自己所在的旧金山号呢 雷达是旧式的SC雷达这不说 他自己据说是因为担心日军会根据雷达信号探测到旗舰的位置 所以就还把旧金山号的旧式雷达给关了 于是乎他就在这种对日军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单纯只是觉得自己离潜在的战场太远了 所以下了个命令说转向 转向以后呢 斯科特是收到了雷达的讯息 但又因为信息有其意 搞得他晕头转向 不知目标是敌是友 而在这个过程中 整个舰队一直在向西南方向行驶 结果斯科特就这样毫无意识的 将自己的舰队逐渐开到了 对日军舰队形成炮火压制的T字阵位 这是风帆战舰时代 就被广泛认可的舰炮对决优势阵位 眼看着和日舰的距离越来越近 海伦纳号的舰长终于是等不下去了 他向斯科特发报请求开火 斯科特的回答是 Roger收到就是已读的意思 结果海伦纳号开火了 因为海伦纳号的舰长觉得 这个收到的意思就是开火 他的15门主炮开始射击 紧接着 柏伊西号阎湖城号也开火了 斯科特在旧金山号上急坏了 不对啊 我没说开火啊 怎么回事啊 他才问完 自己所在的旧金山号也开火了 因为两艘清巡装备的都是 6寸152毫米的主炮 门数又多 装填又快 美军士兵就看着几方的火力 密密麻麻 倾泻到了打头阵的日舰上 没过一会儿那艘船就着了火 随后美军士兵透过火光 看见这艘日舰 居然在用灯光发信号 啊 在和我们发信号吗 他们在说什么 我是清夜 我是清夜 这把美军士兵搞糊涂了 这啥意思呀 清夜是日军战舰呀 我们打的就是日军啊 咱们可以先透露一下 此时日军的信息 对面日军舰队的长官 为什么在这儿打呼 我是清夜呢 因为他觉得此刻在他面前的 是南部的成岛舰队 是友舰 所以现在自己 好像是在被友舰火力覆盖 我的天 这成岛是陆军吗 是不是疯了 之后清夜完全被炮火吞没 剑桥也被美军命中爆炸 武藤也身受重伤 生命垂危 听说他在闭眼前 嘴里还口吐芬芳 骂着成岛 好的 我们回到美军视角 在火力覆盖清夜一段时间后 美军观测到清夜号 似乎是释放了烟雾 而其他方向的日舰 也开始转向闪躲 这个时候 斯科特怒气冲冲地 跑到了旧金山号的舰桥上 质问舰长 是谁让你们开的炮 立即停火 你们这样会误伤 我们前方的驱逐舰的 旧金山号的舰长 拍桌子不干了 我的少将先生啊 他都自我介绍了 我是清夜 咱们有船叫清夜吗 为什么要停火呢 于是旧金山号并没有遵守斯科特的停火命令 其他舰船也并没有停下火力 斯科特非常无奈 他只能给驱逐舰下令 让他们发出识别信号 在确认了驱逐舰的位置后 方才下令 巡洋舰编队继续开火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几艘脱离主编队的驱逐舰的情况 虽然说斯科特在双方交火前 给这三艘舰的命令 是由舰队右侧加速向前 恢复队形 这也导致斯科特他自己始终觉得右侧的目标 可能是有舰 或者是包含有舰的 但其实这三艘舰 除了法轮霍尔特号之外 都没有坚决在执行这个命令 首先是拉菲号 他的舰长在发现自己脱离主编队后 后来前面舰队又焦上火了 所以直接就决定 不要再加速往前冲了 而是减速 让主编队继续往前 自己等一等 最后是跟上了本就排在对末的驱逐舰 回到了主编队 随后邓肯号 他在脱离了主编队以后 使用自己的雷达也发现了日舰 结果非常勇猛 改变了航向 孤身冲了上去 一直行驶到了接近日舰的位置 还发射了两枚鱼雷 但是没有命中日舰 自己又很快在近距离 遭到了日军巡洋舰火炮的攻击 舰艇操控完全失灵 随后火势逐渐失控 只能听天有命了 勇猛一把的邓肯号 只能全员弃剑逃生了 最后就是当时排在队列最靠前 也是最坚决想从右翼 追上主编队的法轮霍尔特号了 那个所谓我们在你们右侧的讯息 也是他发出来的 主队巡洋舰开火之时 他的位置的确是处在双方舰队的中心 那双方交火后 他就受到了日军的攻击 也却如斯科特担心的那样 被友舰给打中了 而且友舰打得还贼准 有一枚炮弹命中了他的天线 还有一枚炮弹打中了鱼雷发射装置 索性没有诱发更大规模的爆炸 后来又有一枚炮弹 直接打中了他左衔的水线 不是 这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这枚炮弹导致法轮霍尔特号 航速开始下降 并且开始倾斜 为了躲避炮弹 法轮霍尔特号开始全力左转 想要离开这个 被夹在双方巡洋舰中间的位置 毕竟驱逐舰的目标小而且还比较灵活 最后他成功做到了 离开了战斗 这时候巡洋舰之间的战斗还在持续 之前列在清夜之后的其他日军重巡 也逐渐转向到了与美舰相同的航向 清夜号所释放的烟雾 的确干扰到了美军的射击 美军于是锁定了下一个目标 古英号 很快 他也在四艘巡洋舰的优势火力打击下 燃起了熊熊大火 航速逐渐降低 布侃南号发现了机会 一连发射了五枚鱼雷 随后命中了古英号一枚 与此同时 另外一艘日军驱逐舰吹雪号也正在靠近 可是很快 他也被美军的火炮击中 受伤下沉 呀 看来美军这是要大胜了呀 正在美军高兴之时 突然就金山号的左舰和右舰 不远处的海面有炮弹落下 升起了高高的水柱 这是日军剩下的最后一艘巡洋舰 伊利号打出的炮弹 紧接着美军发现了这艘巡洋舰发射出的鱼雷 目标是薄伊西号 索性他躲了过去 薄伊西号的舰长可能是杀红眼了 直接打开了探照灯 开始确认这艘日舰的具体位置 可是他灯没开多久 伊利号的炮弹仿佛顺着灯光就打中了薄伊西号 其中有一枚炮弹 打到了船体附近的水面 随后穿过水体 命中了薄伊西号水线以下的弹药库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薄伊西号只能迅速转向离开战场 但是在他真正离开战场之前 舰上的火焰和爆炸的火光 又把之后的炎弧城号给点亮了 紧接着日军就又命中了炎弧城号两发炮弹 时间过了零点 还能行动的日舰已经全速在转向撤离了 致使双方的距离不断扩大 随后零点28分 双方舰队的交火逐渐吸收 斯科特于是下令结束战斗 而这距离海伦纳号发现这支日军舰队 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一个小时里 日军舰队两艘巡洋舰被击伤 伊利号受损比较轻 首当其冲的青叶号受损程度比较重 整个舰艇的上层建筑像是被火炮离了一遍一样 不过呢 青叶号自己倒是凭借着自身动力 驶出了交战区 最终回到了母港 可是 另一艘被截火的舰船 古英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古英号被各类火炮连续命中 水面之上被打出了90发大大小小的弹坑 之后又被美军的鱼雷命中 最终损害无法控制 沉入了大海 这成为美军在夜战中 甚至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 用水面舰艇击沉的第一艘日军重型战舰 在日军的战损名单里 还有一艘驱逐舰 吹雪号 海战过后 美军舰艇在打扫战场时 发现吹雪号上幸存的100来号日本水兵 都飘在舰艇沉没区域附近 美军就问了 都这样了 投降呗 把你们救上来呗 然后这100来号人还死硬到底 就是不同意投降 接下来的记录就有出入了 有的地方说 美军最后还是把他们大部分给捞起来了 就都做了战俘 还有的地方说 美军只是强行捞了三个人出来审问 那剩下来的就留那儿不管了 具体是哪个版本呢 欢迎了解的小伙伴补充一下 接下来是美军方面的损伤 除了一波冲上去的邓肯号沉没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舰船损失了 法伦霍尔特号和波伊西号 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害 但到底是没有沉没 其中被命中弹药库的波伊西号 算是比较幸运了 因为弹药库被命中的位置 在水线以下 所以涌入的海水 倒帮了美国人控制火势 并没有引发更严重的爆炸 火灾被扑灭以后 整艘舰船就没有大碍了 不过美军在修博伊西号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小震害 日军的水中弹 真能打出这种损害吗 那如果这场海战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想说美日双方只能说是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吧 战损比也不算太夸张 可是美军在海上战斗 结束的第二天白天 又发现了附近的四艘日军驱逐舰 他们是日军从运输舰队内抽出来 派来支援前线 或者是打捞幸存者的四艘驱逐舰 那天亮了 这还能是你们的主场吗 亨德森机场迅速派出了空袭波次 击沉了其中两艘驱逐舰 剩余两艘狼狈逃窜 最终整个艾斯帕恩斯角海战的损失结果如下 美军以一艘驱逐舰沉没 一艘驱逐舰 一艘轻巡 一艘重巡受伤的代价 击沉日军 一艘重巡 三艘驱逐舰 另外还击伤了日军 两艘重巡 如果从结果上来看 毫无疑问 这是属于美军的一场胜利 一场来之不易的海上夜战的胜利 这仗过后 美国海军士气大震 而斯科特舰队夜战的训练方法 战术特点 也在美军中广为流传 美军自己感觉是找到了 在夜晚与日军一决雌雄的方法 但是我们要问一句了 真的是这样吗 斯科特战术在这场战役中的表现如何 也许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初步的感觉和评价 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日军视角的讯息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这部分内容请允许我卖个关子 下期会和大家完整介绍 不过本期我们可以和大家集中讨论 第七点雷达的问题 只有美军装了雷达 所以也不用结合日军什么信息了 这场战斗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雷达虽然奏效了 但是又没有改变作战的进程 海伦纳号早早地就发现了日舰 然而整个舰队的决策部署 一直到最终开火都不是基于雷达的讯息做出的决策 这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是斯科特他并没有选择再有更先进雷达的海伦纳号和博伊西号作为自己的旗舰 导致他没有办法充分地使用雷达直接获取战场态势 只能透过一些存在着一定奇异的文字讯息来指挥战斗 这件事让斯科特在此战过后饱受批评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个很基础的答案 就是对于这样编制的舰队来说 空间更大 拥有更完备指挥系统的重巡旧金山号 来担任旗舰是一个比较平常 也很传统的选择 而且今天咱们还特地提到 本来第64特混舰队的骨干 就是来源于胡锋号的护卫舰队 在这个护卫编制内部分指挥官还有军官 就已经在旧金山号上了 所以这个舰队改组以后旧金山号当旗舰 其实倒是个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点非常直接 就是有人认为斯科特他不懂雷达 更没有意识到雷达这个武器对于夜战的重要性 当然可能你会想说 斯科特他不是把雷达纳入进作战体系了吗 但是呢整个作战进程里 斯科特自己的确是没有展现出 他善用这个装备的特点 举个例子 我们就不谈斯科特没收到的那些讯息了 就看海伦纳号和博伊西号 在舰队转向后的报告 斯科特他居然会纠结 一万多米之外的目标是敌是友 你就算没办法确定驱逐舰在不在自己右侧 最起码可以确认 他们没办法在几分钟之内 跑到一万二千米开外吧 这是驱逐火箭还是驱逐舰啊 所以这个目标不仅不会是几方驱逐舰 连混到一起的可能性都没有 因此斯科特的确是把雷达纳入到作战体系了 但是最起码这场海战可以看出 他对雷达属于懂一点但不多 对雷达的信息感知就停留在哪个方向有目标上 对目标的距离速度高度等复杂信息 是没什么敏感度的 而正因为对雷达可能爆出的复杂信息不敏感 认识不充分 他自然也就没有意识到旗舰定在旧金山号上有什么问题了 好批评了斯科特这么长时间 其实这不是我的观点 我是想为他说几句话的 因为坦率来说旗舰定在哪 也不是斯科特一个人能决定的 对吧 就算是他定的 他的参谋们 同僚们 上级们 在九月末这支舰队成立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嘛 但是历史上 只有他们在战后批评斯科特的记录 没有他们在战前提醒斯科特的记录 这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的意思了 我个人认为也不用对斯科特要求这么高吧 他拿到的这支舰队 弹射四架水上飞机 一架扔了 一架着了 成功率50% 单列阵转个弯 结果三艘船找不到了 这说明这支舰队就是技战术水平 不行啊 得亏斯科特之前还做了一些训练和要求嘛 在1942年的大洋上 善用雷达这个新武器的人 和善用航母 善用飞机这些新武器的人都很少 不能一出问题就批评他们不懂嘛 因为我们今天 对这些武器的认识和理解 这些所谓的懂 哪一个不是建立在这些将领 训练尝试成功或失败之上呢 很遗憾 瓜岛战役第三场海战 我们看到雷达奏效了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雷达改变了战场走势 虽然美军获得了战场上的盛势 但这并不源于技术优势 而更多的是斯科特本人的运势 这该死的押韵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这是对斯科特战术第七点的解读分析 还有六点没说 那么下期视频 我们会简要介绍日军视角的一些信息 再结合整场战斗 为斯科特也是为美国海军这次更新的夜战战法 来做个完整的平息 艾斯帕恩斯角海战是场冷门的战斗 参考资料比较少 制作难度爆高 因此视频我也没想过数据什么的 只想着在B站上 也是在互联网上做出一个详细的中文作品 供大家参考 制作周期也比较长 这里给大家赔个不适 如果大家喜欢本期视频 还请千万来个点赞投币 充电也可以 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我是星宇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